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不是过时的, 十年前的新闻, 今时今日大家记得十年前的雨伞运动, 虽然很多朋友已经讲了, 我都说雨伞运动是由9月28日开始持续79天的过程, 还会延续下去,我亦都不想重复大家讲了那些, 大家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以及是一个苦痛来的,是吧? 所以在这段时间裡面, 当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子或过程是值得大家再去思考, 思考当时的情况,再思考处理的方法等等。 这就是各自发挥了。 我主要想讲的是,当时我们在采访, 以至在采访以外,在整个运动的台前幕后, 我们是了解到一些事情, 但是那时候有些事情是提不出, 或者有些事情提出来是有不同的反应。 现在为了增加大家的一个思考过程, 不妨可以将这些我们当时采访到的一些感觉, 或者一些当时不知道, 所谓秘闻,我从来没有秘闻的。 所谓秘闻,你看哪个范畴而已。 有些事情只不过时机未成熟,就难讲而已。 所以我们仍然是去无忘初心, 会仍然是记忆着当年的感心现象, 然后我们怎样去从民间角度轻利除卫, 不是官方所讲的,即是说由乱到智, 我们都想由智及兴, 但是还有很多前提的,你官方怎样做。 先讲其中一个, 因为现在官方它尽量低调的, 它尽量不要讲, 因为这些是从官方角度的一个禁忌来的。 但是它们不讲的其中一个原因, 现在新一代它未必知道, 因为你不去主动了解, 你就不知,希望新一代也要知道整个来龙去猫, 等于一国两制的前世究竟是怎样的。 这个才是客观去看历史。 好了,当时为何会有个雨傘运动出现呢? 很多朋友都讲到,我补充一点点, 其实就是由2007年开始。 2007,即是雨傘运动之前, 都有整七年时间,是吧? 那是怎样的呢? 因为2007的时候, 当时北京是答应过, 或者公开讲过, 香港2017可以有普选。 当然它后来的一个解释就是, 可以有普选,即是条件成熟有, 如果不是条件成熟, 不成熟就没有。 它后来,其实这个是反悔的诡辩来的,是吧? 所以一直到大家都说, 喂,我们继续, 2007你讲了,于是2012的政改方案, 大家包括泛民为主的, 想了两票制,即是超级区议会等等。 怎料一去到那个位来讲, 开始北京就害怕了, 你慢慢逐步逐步开放, 民主的饼子越做越大,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施政或者执政。 所以他们开始酝酿了, 一过了2012的政改方案之后, 他们开始想了, 过了之后, 民主党的威信的地位越来越高, 或者普选联的理性温和民主派, 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上面开始滞了。 于是就在2014年雨傘运动之前, 当年的8月, 就有一个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的白皮书。 白皮书与蓝皮书不同的, 它这是一个立场的宣示。 里面讲了什麽呢? 他们讲了, 都是有普选的, 不过有五步曲。 这个不详细, 大家我觉得都要去找一下, 包括现在的建制。 现在的建制,不要单单听现在的东西。 大陆那些新港澳, 它现在都不知道以前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里面讲的五步曲, 其实就从官方立场去设了五个关卡。 你要经香港怎样, 经特首同意,经这样那样。 五步曲。 这五步曲实际上是五个关卡。 你解释起来,你看字面, 它都是向最终达致普选。 但最终是什麽呢? 中间不设那麽多关卡。 这些关卡全部是官方主导的。 所以才引起大家说, 原来你开始去否定, 或者反复2017可以有普选, 才到后来大家会提出, 戴耀廷当时在报章那些扣赏, 然后才激化了那个雨伞运动出来。 不要单单说是当时有些激进的人, 是利用的事件激化了。 首先激化的不是民间。 所以这一段的历史的缘起, 就常说有个怪圈, 怪圈从哪里开始? 你说再集中是一点有利于官方的, 你到最后解决不了民心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整个雨伞运动一开始的时候, 当时提过几样东西, 爱与和平,非暴力。 当时之前已经有和理非非的了,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后来还加到一个非,非粗口。 因为有时刺激情绪也有些语言, 不是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理性文化。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外与和平, 已经公开讲了,是没有暴力的。 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看看那两个几月里面, 真是很和平。 你说有人在冲击,后来大家都发现, 这些第一是相当少, 第二,后来发现有些人,他有另外一种想法或任务, 想法或任务,于是激化个别的情绪。 但是大家都说要安静,要安静。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主流, 官方不要看到个别事件, 或者有人制造个别事件, 你就将这些无限扩大。 所以这一点现在回顾的时候一定要强调的。 你看看外面的朋友, 陈建文、朱牧、朱耀明等等, 他们都很珍惜,以至很宣扬, 这个才是雨傘运动裡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爱与和平非暴力。 后来官方就说你爱国势力, 爱国势力加了进去等等。 这个如果讲到爱国势力, 其实是由2003年年底, 之前官方是没有强调这些的, 甚至是没有讲的。 当时讲,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当时有提到,不过是80年代, 在北京构上这个基本法的时候, 当时邓小平、老平、李后、港澳办那些领导, 当时都有计算过外国势力的, 当时都有讲过,英国以前在其他殖民地, 走了之后一定留些苏州市, 当时都有计算的,不过当时的结论是怎样呢? 就是我不怕,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能力驾驭, 我们相信香港人,相信香港人是不会受你这些暴力影响的, 当时的结论是这样,到2003年本来都是很和平的, 50万人上街,到2004年的时候53万, 这些是民阵的数字, 大家都看到,你跟着下来很多, 都数十万计,都是很和平的, 但是在2003年的年底, 北京总结这个雨傘运动里面的时候, 它有五行总结, 五行总结, 包括了什麽呢? 这些来讲,现在慢慢滲出来, 它不会系统滲出来的, 因为它要给建制知, 但建制自己慢慢滲出来, 你关心这个香港情况的朋友, 你自然就会将它慢慢滲出来, 原来就是北京做了五行总结的。 这些五行总结,大家自己判断了, 第一个,它就说是经济下滑, 引致各种问题总爆發,你说对不对? 那从现象是对的, 问题是你怎样解读这个总爆發的背后。 第二个,它就说特区政府管治不力, 六年了,特区管治, 其实大家董建华年代都很努力, 只不过管治方法理念不同的。 当时陈方安生曾荫权那些, 他是着眼于维护两制, 但是不同你一角是抗衡的, 大陆就说一角才重要, 一角是先于两制。 这是理念上的问题, 最多是方法上的问题, 不是方向上的分歧。 他们说特区政府管治不力, 一棍勾下来。 第三,它驻港机构里面, 那个不了解香港情况, 这个反映的情况不准确。 为什麽? 讲得细緻一点, 当时中联办或者新华社交接的期间, 当时他们估计多少人上街? 当时估计五万人, 五万人和五十万人, 你说统计数据, 这个是另一回事。 结果呢? 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 高智仁, 他后来就因为估计错误, 所以他要回大陆, 回大陆两个月是不见了的, 不见了不是出事, 后来回来的, 就是因为你要学习。 当时左派的人, 建制里面的人就说, 喂, 我们是按照你当年的指示, 就说我们不要那麽怒, 太过多活动, 会被香港人感觉到你是第二个团队在指挥香港, 不是特区政府, 所以他们才不出去活动, 不出去活动就说他是不了解香港情况, 我等等我, 这个就是叫人绑着手打仗, 你现在出现了问题, 你就骂人, 哇, 你不了解。 这个就是第三个结论, 对一半。 第四个结论, 他当时就说香港传媒, 线风点火, 火上加油。 我就跟国内朋友说, 你看当时的传媒电视台, 大家都叫人不要上街的, 他们说你有两支咪在电台上, 我刚刚说了, 免得说大家自己思考, 一个报纸, 苹果日报, 我不是说你加上那个资论, 你都不够现在, 即后来变成建制的, 你都不够那时候那些人的呼吁, 就是不要上街, 不要上街, 你看一下。 所以当时五十万人上街, 是不是因为传媒, 善风点火? 是吧? 所以这个只是摆个现实, 后来大陆理性派那批, 看回这些现象, 他们都觉得分析得有道理。 是吧? 第四个, 第五个, 其实当时他已经将外国势力搬出来, 之前他害怕外资, 所以不说了, 现在这麽大件事他搬出来, 所以当时他们仍是比较收敛的, 那个政策, 所以才有2004年的爱国者讨论, 希望香港人爱国, 香港人总体一直都爱国的, 所以去到这的时候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外国势力搞了雨晒问问出来, 是香港人自己本身的诉求来的, 是吧? 没有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你说是借助了官民之间的一些矛盾, 是包括了速度, 包括了各种矛盾等等, 这个来讲是可以先处理了内部的稳定, 你就不是靠博的嘛, 所以去到这的时候来讲, 大家又回顾一下那个所谓的外国势力, 是应该怎样去看呢? 好了,第四个, 当时行里面, 即是政界里面, 是在流传一句说话的, 那句说话就是, 那句精神是好的, 那句说话是叫做, 从严不流血, 六四不从严, 是一个这样的精神去处理当时的雨晒运动是吧? 但是后来不知怎样传下传下呢? 就开始有第二个版本, 就变成了从严不死人, 六四不从严。 所以后来大家都很努力, 包括我上次讲过的, 大家背后怎样去接触, 怎样去沟通, 包括跟官方, 香港当时都有些学者, 是跟林郑月娥, 我跟官方自己本身, 怎样去 calm down, 即是温和一些, 你一对话, 空间就创造了出来, 结果后来对话, 所以就实现了六四不从严。 但是之前, 那个两个版本, 从严不流血和从严不死人, 那两个不同的版本来的, 那究竟哪个版本是真呢?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 我从良好远望角度, 当时北京都不想, 香港出大件事的, 因为当时习近平刚刚上台, 2012年, 他都不想2014就马上很大件事的, 是吧? 所以他在2010已经同意了2012的政改方案, 在以前的一些事件上来说, 他都显示了一种很冷静, 包括去处理情长案, 这些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了,是吧? 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现在, 官方自己本身是值得反思的,是吧? 为什麽后来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还积累了那麽多民怨?是吧? 好了,接着第四、一、二、三、四、五, 第五点,就是说大家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中间理智的人士, 他当时发挥的作用, 是结果后来是发挥不了的, 这些中间理智的人是包括了有大陆体制内的人士, 这个是外界是很少人留意到这个角度的, 也都包括了香港温和的泛民人士的, 他说我具体讲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是什麽事。 当年是雨傘运动开展到还不是那麽矛盾冲突的, 当时有人开始看,可以说这位仁兄当时是温和民主派, 今日仍在欲中,这些是很实际的历史来的, 这个历史可能现在大家无法深究, 但是冷静起来,从大历史的角度, 这位仁兄他自己本身当时提出的, 如果实现得到是可以挽救当时整个现况, 是怎样呢?他提出,他亦有一批朋友提出, 他说雨傘运动的积累是因为北京对于2017 可以有普选的解读是变了样子, 或者引起别人的反感。 是因为不是香港人变,是上面的承诺变, 或者你的表述变了。是吧? 所以这位仁兄他还有几位一切, 他就说假如北京在雨傘运动那段期间, 只要北京讲你真正可以给香港人普选的时间, 你可以再延后,你说2017未准备够, 你再看到2022来, 只要你说出实际你可以接受的时间是多少, 他们就可以再呼吁泛民,呼吁参与者。 因为2017讲的那个,你说香港人理解错, 或者香港人被骗了, 你北京就是用一种这样的语言艺术,虚伪过伪, 去拖延了那个结。 假如你现在不要玩语言艺术, 你去讲实一点,香港人在那一刹那仍然有耐性的, 你说他这样提出,你说你提出而已。 好了,他们提出了之后, 又要有大陆里面长期观察香港的那些理性派, 他们收到了,他们肯给你反映才行, 当时是真的帮他们反映, 这些当时采访是不可以讲, 因为没有新闻,不是新闻来的, 是他们一些背后又不知道结果, 所以当时只是延伸的新闻,而未成为新闻, 一北京又不知怎样反映。 所以这些是一个历史长河里面的, 大家要看得细致,我平时都不讲这些东西, 因为没有条件,讲了也等于一个不响的屁。 但现在大家去反思雨伞运动的时候, 官方你不要以为这样过了, 压下来了,扫在地毯底,不是的, 我经常都是从解决的角度。 好了,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有当时这些泛民很温和的, 人人君子,或者君子人人, 他们又有大陆那些理性接到的, 接到个讯号,接到个波, 是当时真的,他提了上去, 只能够去看北京反映了。 是吧?因为当时10月2日, 冲击政府总部,那个关已经过了, 后来因为对话,关已经过了难关。 好了,等了一段颇强的时候, 得到的答案是怎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只能够讲不知道, 得到的答案是,总之提出这些方案的人士, 他收到,又是大陆的理智、理性朋友传的, 这个过程我可以很负责别人讲。 但是究竟谁做决策呢?我不知道。 反应是怎样呢?很简单而已, 背拥真是坦,不用再谈。 那是怎样?那是一些温和的意见, 上到去,你说可以谈得很透,都是不行的, 不可以作任何让步的, 无论你怎样说,我所知的答案就是,不用再谈了。 是吧?那这个才是问题吗? 是吧?那你又不解释, 又不解释究竟是什麽问题。 好了,到最后,现在我们是总结再总结了, 所谓总结再总结,大家可以看到2014之后, 停了几年又是2019。 2019现在压下去,我估计不会很容易, 因为大家都会吸收经验, 现在的气氛也不再是一个公民社会, 就是再起的时候。好了, 变成了我到现在, 我不会有什麽的最终总结, 我只会是最终希望解决,是吧?是吧?是不断解决的。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北京经常说的, 互量互扬有没有呢?是吧? 对外国也有,对美国也有互量互扬,是吧? 对内部呢?似乎不是很见的。 好了,对话空间又没有呢?又没有了。是吧?是吧? 好了,大家感觉到的,民主自由是在互量互扬之下进一步扩大, 还是说,你看现在立法会的选举, 区议会的选举,选举了之后出现过, 结果选输了的人可以翻阅的,或者再度上升的。 这一个,然后才大家去总结雨伞运动提出来的, 这个2019大家提出来的, 那个结是紧了还是松了呢?是吧? 如果按刚才所讲的,我刚才提出那些, 即是那时候不能够详细讲的, 如果能够实现的效果又怎样呢?是吧? 我真的不是马后炮,不是说专挑毛病, 而是这些讲了出来,现在大家明白, 按现在体制内的人,建制内的人, 如果你理智点,醒目点, 你都会看到有很多关口是处理问题来的,是吧? 所以不要讲太多了, 我们只能够作为一个书生,百无一用事书生, 但是亦都希望你没有现实的效果, 你都有长远的效果,是吧? 所以这些来讲, 只能够是大家去多些了解下的事件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随途后继,是吧?是吧?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拜拜!